由薛家宴、曹永廉等人主演的 賀歲喜劇《黃金曼兩》 在大連三十晚跟大家見面 劇中有不少煮食的鏡頭 而為求逼真 劇組還找來名廚寶哥王阿寶 來擔任剃手 新劇其實也有寶哥你的粉蜜登場 剃手而已 因為其實有很多重要的場合 關於煮東西 是… 你會幫哪位演員做剃手 我會幫曹永廉和馬冠東 做辣椒油 所謂的秘製辣椒油 和一個漂亮的豬骨湯底 兩位演員有沒有都很驚訝 從中偷詩、學習你的手勢 我覺得榮幸可以做到他們的剃手 他們都很榮幸 可以有寶哥幫忙 沒這麼說 實際監製他又很客氣 過來幫忙 我說行 沒問題 不出樣子也可以 只要監製你開到聲音 做剃手真是一跌到不容易 不僅煮東西的手勢要放慢速度 為了避免意外情況發生 還會準備多些材料準備 拍攝的時候 平時我們煮東西很快 監製說 好住 別動 別動 然後他們會遇到幾份材料 有時怕我太緊張 弄彎了都可以再來 不會弄彎了 是否現場呢 大家是否看表演 好像有寶哥在表演 演員同時挺好的 每個人都很支持 那些湯和辣椒油 何時才能吃 何時才能吃 握著你的湯和辣椒油 拿回家 是的 但我也要等六、七個小時 但我會看到現在的去看過 Sexual Corner 谢谢观看